百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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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你看这个 这个不好 再挑挑 怎么了 没什么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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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怎么回事 楚军也在招雄心 他们那么大仗气国 难道疯了不成 妙计 妙计 想不到楚帝 也有如此聪明之人 看来我们此行是碰到对手了 你这话什么意思 雄心隐世这么多年 仅凭楚军的力量很难找到 但现在全城的人找 就不一样了 此话虽是不错 但这法子会不会太冒险了 出此计策之人 必是有充分自信的人 他在乎的是找到雄心 并不在乎什么人和他抢夺 我觉得你说的都有道理 可我真的是不理解 不理解 不明白 所以我就 你干什么 雕带哪儿来 有人哪 你想什么呢 你看 现在你想像一只蚂蚁 怎么样能在不转弯的情况下 爬过这条腰带的正反两面呢 可笑 你都说不能转弯了 来 你再试试 把你的手指比作一只蚂蚁 顺着腰带外壁行走一圈 是不是由圈来爬到圈内了 这 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个呀 叫做墨比乌丝带 简单地说 就是把二维的物体 拿到三维空间进行扭曲 蚂蚁呢 作为二维空间的 自然不能理解这种扭曲了 同样的道理 你韩信作为三维空间的人 肯定理解不了四维空间的变化 我还是不信 要是一辈子 早就注定了 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 那你不信也没有办法 四维之上还有五维呢 第五维度就叫做可能性 就是你任何一个选择 都会改变一生的走向 在第五维度的生物看来 一眼就可以看到你的无限可能 蒙啊 一共有几维 已经推算出来的有十维 不过其他的你不用管 你只要能够理解到五维 我就能跟你解释 我身上发生的事情了 你再几维 三维啊 跟你一样 你说 低维度的不能理解高维度的 那你又说四维和五维 那不是自相矛盾吗 好啊你 你还是不相信我 让你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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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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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呼噜我 我要不信 能带你去海边吗 占卜问贯 策算凶吉 占卜问贯 策算凶吉 计划 秋帆 最能不引人注意 有可打听到各路消息 非算命先生不可 这台之路就一家独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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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翟将军吗 好久不见 今天这么巧 田兄 这条路 好像是我们兄弟先到的 难道到了这里 还想抢地盘不成 想不到这两部人来了 先生 这都是些什么人哪 左边是翟起江 是朱姬石的首相 朱姬石 就是随陈舍吾广 起义抗秦的那员猛将 正是 右边的是田衡 旧齐国贵族 人属死了 自称是齐王田淡的足弟 两拨人的势力都不算小 他们这时候出现在郊阳 也是为了雄性而来吗 自然了 看情形 这事要打起来了 这不是翟兄和田兄吗 二位 好久不见了 小弟甚是想念哪 没想到今日 竟在此地得遇二位 真是幸亏 幸亏呀 幸亏 幸亏 有出师之名 想必这次来郊阳 也是为了雄心的 楚王后裔的身份 此人是个消灭虎 我管他什么消灭虎 消灭狼 齐王未亡 有我房快在 谁也带不走雄心 看来这郊阳城 是要不得安宁一阵子了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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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做什么呢 看到海 我突然有一种 很熟悉的感觉 原本一下子回到 两千年前 周围的一切都在提醒我 这是一个陌生的时代 但是今天 当我看到海的一瞬间 我突然觉得是那么的亲切 就好像我正在一个 五星级酒店的私人沙滩上 刚才还在房间里 开着电脑写着小说 也许我脚下踩的浪花 正飘向两千年后 又或者迎面的海风 正是两千年后吹过来的 我的直觉告诉我 来这儿一定没错 说不定马上就能找到了 你有没有想过 或者梦里的地方 根本不存在 什么 没什么 我说 既然你想去找 我陪你去 就知道你最够意思了 你小心点 这天晚上要下雨了 咱们还是幸回去吧 你别着急 我们再往前看看 说不定马上就能找到了 但我们找了那么久 什么都没找到 可是韩兴你看 我们这儿周围好像真的没有雨群了 说明飞船肯定就在附近 是 客官 前面乌云密布 快下暴雨了 我们回去吧 好 掉头 你干吗呀 我们好不容易到这儿的 怎么能说放弃就放弃呢 那你看这天气 我不回去 韩兴你看 那个 那个是不是一座岛 我就说马上就能找到吧 传家 传家 你别掉头啊 传家 你先别掉头 你往那个方向滑 给 好吧 谢谢 你还真是不怕死啊 如果不亲眼看看 我是不会放弃的 湿太大了 快进去 没关系 客官 前面风浪太大了 我们快回去吧 这点风浪 你怕什么呀 快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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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坐了 你 伸不住了 你 伸不住了 坐了 你干吗 危险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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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离把 iiiii 救命 水 救命 救命 姜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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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这是哪儿啊 没事就好 来 好 到底行不行啊你 快好了 你别转了 我教你一个二十一世纪的荒野求生技能 好 去沙滩上找一找有没有传的残骸 去拔几片铁钉回来 好 来 香儿 找到了吗 跟你说啊 这个野狗的酸度肯定是够了 那它就是一个天然的酸池 对了 你帮我把这个项链拆了 把上面的铜线剪下来 一断一断的 你要干什么呀 等会儿你就知道了 来 给 这项链是哪来的 萧和送的 萧和为什么要送你项链 我也不知道 他送我可多东西了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船上的钉子是铁的 这个项链的线呢是铜线 铜和铁的导体活性差别特别的大 如果说把它们连结成回路 再给我一根线 这个野果就是一个天然的酸池 会产生电解反应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天然的电池 用野果生火 你 你动啥了 赶着 你动啥了 终于起火了 这么神奇 再不起的话 我都快冻死了 这什么道理 你跟我说说呗 就是 算了 你先跟我说一下 萧和为什么要送送你项链啊 好 你 你干什么 衣服全都吃透了 火在身上太难受了 快把衣服穿起来 你还羞啊 你不是说以前的那个娇儿 总说此生非你不嫁吗 怎么 你们俩没有 没有 绝对没有 瞧你那样 我们平时穿的 比这些衣服少多了 你别躲着了 不脱了 你也考着 我去那边看 你干吗去 有一点 你来 你来 怎么这么久啊 马上就快到我们了 好 下一个 军爷 我那条线索 我叫大桥 那个军爷 我得赏钱呢 什么时候可以领到赏钱啊 线索要有用的才有赏钱 快走快走 下一个 军爷 我也有线索 翟起江和天衡 他们在酒色里做了这么久 居然没有打起来 雄心出现之前 各方势力谁都不和先动手 以免引起重怒 这些人都是为了雄心来的 我们要不要想些对策 防着他们 静观其变 这么多人 不知道谁最先撑不住气 有些人 一个一个进 龙边接 都给我盯好了 一有动静立刻行动 是能抓人 是消息像消息 便让他们找来嫌弃 喂 喂 传令下去 谁能最先得到雄心的消息 重中有伤 是 蒐蔚 不用跟过去吗 交给帕快吧 来来来 静止 让你去 谢谢 吃 什麽 来来来 喝 酒 请你一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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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将军 打探到了什么 他们暂时还没有确切的线索 大多数人都是来提供消息的 不过也有人自称雄心 不知真假 自称雄心 他们现在怎么做 听说他们留下了十几个消息可靠的 大概要进一步合适 不过 这些人应该都是冲着赏金去的 多半不可行 说不定真的雄心 就在里面 这樊快上去怎么这么安静啊 我赌一定是樊快先动手 这个 樊快是大将军 而且这些人又不是市井小民 那我们赌呗 赌什么 如果我赢了 你就给我钱买糖葫芦 赌 赌 小子 耳朵长到爷爷这里来了 兄弟们 今天给我好好教教这小子规矩 快点 她是梵快 她是刘邦长相 第一猛将 梵快 没想到刘邦对凶心 也感兴趣 这下不好对付了 看 就是梵快最先惹事 是 愿赌服输 拿来 没准是他们内斗呢 稍好再来啊 还有谁梦婆 这次记住爷爷的大名了吧 老子叫梵快 拿了吧 老板 带你串蜜糖葫芦 好嘞 给 江啊 今天晚上是烤鱼 你小心别被浪冲走了 蜜蜜糖葫芦 爹 年轻水 我 你 让我 行 我 是每个风景 遭不起你的美丽 是我的日主角 明日的桑枪 走 安静的水潮 我要一辈子做你的抵抗 好香啊 你不觉得现在很美好吗 现在吗 荒野求生 以天为盖 以地为炉 不觉得 你陪着我 烤着火 吃着鱼 我觉得没有什么 比你心爱的人 坐在你身边 安心地陪你吃东西 更幸福了 搞得这么煽气 你是不是 冷静 不 feel 能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是 我心里不是 这是不是 我的眼里 曾经 被判断 折房费 有 有 宝珍 我是 我 我 能看到这么多的星星 真好 千年星空 亘古不变 你知道吗 在我们生活的那个时代 根本就看不到这么多的星星 大气污染和城市的灯光 掩盖了这满天的繁星 你看 那边 有一个像勺子一样的七颗星 叫做北斗七星 你沿着勺口的方向往上看 有最亮的那一颗就叫做北极星 北极星永远都在北边 在外面行军打仗的时候 有时候不能辨别方向 以后 你就可以根据北极星爱派的位置了 北斗七星 勺子 北方 这倒是有用之选 我们现在看到的星星 其实都是几万年前的光 几万年前 这些星球离我们实在是太远了 它们的光芒要传到我们的眼睛里 要经过很长的一段距离 就好像你从怀音走到咸阳 至少要走一个月 那这些星星的光 以光的速度来说 恐怕要几万年 这世上竟然有如此远的距离 其实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 并不是这种直线的物理距离 而是不同时空之间的距离 两颗星星就算相隔再远 只要朝着它们的方向走 就一定会相遇 但是 如果是两个时空之间的距离 无论你走多久了 都无法相遇 姜儿 你还在想那个千年的梦 那是我的家 是我的生活 你不喜欢现在吗 什么意思 你对现在的生活不满足吗 还是你觉得我有什么不好 你还想做什么可以跟我说 不管什么样的事情 我都愿意陪着你 不一样 我不是那个意思 就觉得那天 是没什么意思 你不喜欢这些事情 也好 嗯 爽 爽 爽 PhD 教授 爽 你 баз無處理 請注意 爽 wheel 爽就能合理 爽 la Pode 爽 你 爽 爽 你 Rider 先生 怎麼樣 我们的水能不能成 习侃之卦 侃为水而入于瘾 什么意思 按卦象所示 此卦为大凶之相 虽不知阁下所问何事 但阁下此番必定阻碍重重 达不到阁下所需要的 若阁下执意而行 只怕会招来杀身之火 先生 你拿几根破草 会不会算错了 快看 雨去了 快看 雨去了 寻找标准 这不是像的 我听说 一会儿 大家注意了 萧羽过来了 千万要小心 你 待会儿跟我走 你 城外不妨 项羽去郊阳了 是啊 那边传来消息 说是找到雄心了 阿羽也一起去了 怎么了 一个女人什么事都参与 这恐怕不大好吧 没有什么不合适啊 阿极和阿羽 两人向来是形影不离的 现在是在我们的势力范围里寻人 这还倒好说 可将来怎么办 先生担心什么 行军打仗他也跟着吗 阿羽的战力不输给男人 剑术甚至胜过项羽啊 可他毕竟是一介女流 先生担心女人误事 我担心她误人 我担心我担心 向羽身边总跟这个女人 而且言听计从 让属下的兵师们怎么看 这点呢 我也跟她说过 可是阿极这孩子 你又不是不知道 只要她认准的事 谁的话她都不听 因此 先生 现在什么情况 向羽都亲自来了 我想应该是储君 已经找到可靠的线索了 是否需要 我前去打探一番 兵医有重重储兵把守 你要怎么进去打探消息啊 那 那可如何是好啊 表哥 你算出什么用啊 乾坤开印玄武为胎 乃急武而现 卦象所示 我等向北而行 午时会遇到我们所需之人 想要找到雄心 这个人就是关键 你醒啊 这两个留着一会儿吃 这几个呢 到时候把它们晒干 做生果肉干 你要这么多野果干什么 我们在这个岛上 还不知道要生活多久呢 当然得多储备一些粮食 留着冲击用啊 要不然怎么活下去啊 对了 我刚才看到有一个平坛的地方 我们可以在那里搭一个草棚 如果要是下雨了 我们还能在里面躲一躲 要真是这样 我倒是愿意 什么意思啊 怎么这么多船啊 这里是渔夫出海捕鱼的航路啊 我都荒岛求生了 破灭了 れてstee 看看 您的渔夫出海捕鱼的人 你愿意 看 我 不愿意 我都愿意 我都愿意 做 Hallelujah 我们来又不是找韩信的 你传书中说的人呢 在后堂等着呢 把他带上来吧 好 见了少将军 还不快行礼 小的见过相将军 听说你有雄心的消息 我家主人便是怀王孙公子 口说无凭 何以为信 主人有一家纯宝贝 足以证明身份 何物啊 何氏璧 何氏璧乃是楚国至宝 你家主人竟有此物 主人乃楚国王祖 有何氏璧在手 理所当然 你家主人呢 为何不曾前来 我家主人身份何等尊贵 岂会随意屈尊来此呢 对了 我家主人说了 若是想要见他 请相将军一个人 到承熙二相的汉墨检居进见 单人前往 还进见 你想什么呢 我好 君臣尊卑有序 此番离数 想必将军比晓得更加明白 话已传道 晓得告退 如此有气度的相人 我想他的主人 应该有所不同吧 想不想 一起去看一看 那是自然 先生 这儿那么多人 哪个才是咱们要找的呀 德哥 我们现在怎么办 少案无躁 卦中之人出现 我自会有所感觉 看到那个人了吗 家庭 跟上去就知道了 天一 走 我就知道 丁谨樊快总会有发现 这算命的先生 跟樊快混在一起 我就知道有其他的 快 他们走 走 怎么啦 怎么了 没什么 看这房子格局不俗 就是这儿了吧 你怎么这样 华将军 后面那些尾巴交给你了 要死的要活的 别闹出太大动静 打法早了就行了 二位 有何打算 既然刘邦的人进去了 那么我也要进去看看 英雄 我和你结伴一同进去 看看怎么样 我看你们 还是结伴回家吧 又是你 上次还走没挨够是吧 刘邦的人要跟咱们抢雄心 我想 二位不会做事不理吧 天兄 宅兄 我们人多 一起上 还怕他不成 也好 先把这个母夫解决掉 至于我们三个 一会儿再说 上 二位是何人 为何私闯我这箭 在下图经此地 听到秦声悠扬悦耳 情不自禁就进来了 还望先生不要见怪 正所谓 人生在世 知音难求 既是为着秦声而来 那便是客 是客人 逼人 离当好生招待 二位请 天一 今日一朝东南方 我坐这边 走 我这次是 我们下个人 我这次的 我这次 吴 太后 这次 你 是想用得起的 在下今日和表妹得以遇见先生 实乃幸运 哪里哪里 在下不过不喜这城中喧嚣 唯独爱此一壶清茶 在茶中自得一方宁静罢了 先生不喜喧嚣 只怕先生 背着城中最近闹得沸沸扬扬地 寻找楚国王孙之事 饶得繁困不堪了吧 炸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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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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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过此地吧 主公劉邦征战沙场 为的就是推翻报秦 主公寻找公子多年 希望殿下 可以主持抗秦义军 特令子房四处打他 罢了 罢了 果真 先生您就是公子雄心 先生的言谈举止 无不透露着文雅贵迹 但请恕子房貌美 先生如何证明 自己的真实身份 我本就是雄心 无需特意证明 自己就是自己 阁下不信便罢了 我也不想让其他人 知道此事 先生莫要生气 实在是因为 外面自称雄心者太多 我们这才冒犯了先生 跟我来吧 何时必 来我楚国至宝 为此一宝 可否证明 我就是雄心呢 凤凰图文 确是楚国王室 独有的辉印 先生果然好眼力 可否容在下 看一下何中之物 何时必 乃我王室祖传之宝 岂可轻易 经他人之手 先生所言极是 不过 二位既然来到此地 便是缘分 就姑且一看吧 果然是块无上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